俯身,五两天尊,小伙伴们好,这里是天使道的白山镇,因为突然扬了和众手超出预期的爆了,搞得我这期视频拖得有点久啊,莫名的还有点贴合本期的主题身本优。 那么话不多说,老样子,视频内长,求个三年,现在开始正片。 温馨提示,本期视频没有感动,全是刀子,你不信的话,现在就先来一刀,此刀,名幻,马,天,霸。 其实马二哥的故事我应该在上期讲的,但是这个故事太悲壮,所以就放到这期一起了。 先说结论,马二哥在第四章被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知道玩家是天命人的。 从一路的言谈来看,马二哥明显是个憨厚忠义,并且有点子一根筋的老诗人,但却有着相当能明辨是非的能力,处于赤子之心和大智若鱼之间,只是在黄梅的人种带那里着了道, 而从后面牛莫王的表现能看出,老牛是不太可能主动让马二去搬救兵对付红孩儿的。 所以马二其实是因为不了解真相,但出于兄弟义气,自己跑出来搬着救兵。 他和浩甫力士一样,起初都是身在局中,没有看清全局。 但区别是马二走出来了,他出来搬救兵的同时见了世面,尤其是在盘司岭见过了天庭恐怖的实验场后,见过了人间炼狱后,了解了天庭黑暗程度的他,才彻底明白了大王的无奈,也因此对救回大王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但有时候没有希望不代表就要妥协。 他是这款游戏里为数不多的身上有着抗争精神的人,所以在简里想明白了自己如果侥幸脱困要做什么后,被天命人救出来的他破茧重生了。 此时的马天霸相较于之前,多了一份生死之间的大车大悟,多了一份明知必死但慷慨父子的决心,但他没有必要带上天命人一起宗死。 因为在见过了天庭的这些手段后,在马哥的视角里,虽然天命人击败了黄梅等一众妖王,解救了自己,但想一转这方天地的乾坤真的是太难太难。 所以他才豪迈地和天命人说,等到了火焰山,再饮酒欢会。 随后留给天命人的,其实就是和第六章结尾动画《大圣》一样,此去未尽的背影。 甚至在我看来,他是故意先走一步。 因为若顺利救出大王便罢,不顺,也全当为兄弟开路。 是的,其实马哥对我的称呼一直在转变。 从黑风山的阁下,到小夕天几度才相逢的老友,再到此时经历了两次救命之恩的侯兄弟, 他早已将我们当作了自己的手足同胞。 并且天命人这一路斗败的那些个出了名的大妖,他也看在眼里。 所以以马哥的智慧,他最少也是对我们是否是天命人有所猜测的。 当然,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真仙红葫芦,就是我们那个只能喝五口的预购奖励。 其实不预购的话,小夕天使马哥就会把真仙红葫芦送给我们。 真仙红葫芦说的就是那马天霸未尽的身影,势必要在天命人前面为他开路。 而五口的上线,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马哥死于第五回合的结局。 而刀子其实不止如此,这里不是我上架指,也不是过度解读。 当然不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就是马二哥是冯基老师这件事。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巴拉出来了,但大部分小伙伴只注意到马哥的精壮汉子的玩笑话, 却没想到创作者背后的角色映射。 如果我们把火焰山看成游戏市场,把旧牛魔王看成初心,也就是做出好的游戏,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二和冯基是如此的高度重合。 最开始的火焰山就是那个没有什么希望的漩涡中心,也就是国产游戏市场。 马二来到火焰山却是被圈养,跟着贪财的山谷做买卖。 后来马二命好,遇到了一个对他极好的老汉。 再后来老汉病倒了,马二扛着他想救人,奔袭了730余里,却无能为力。 那么老汉是怎么死的呢? 是被火焰山热的,是被这混乱的没有春秋的火焰山市场累的。 所以07年有了那篇谁谋杀了我们的游戏。 但迷茫的他在山间游荡了一段时日后,又遇到了另一个领路人,牛魔王。 那时候的老牛意气风发,他很欣赏马二,给他取名马天霸。 但身处火焰山这畸形之地,老牛没得选。 所以后来马二离开了火焰山,奔袭千里,开始搬救兵,因为他想救老牛,想救国产游戏。 但搬到最后才明白世道的艰难,谁都有梦想,但谁都得先活着。 要活着,就难免要委屈求全。 此时的马二已经开始老了,逢季,逢季,便是这名唤马二的老季。 但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马二心中还有志气长存,所以他最后又杀了回去。 结果如何,想来在他杀回去的时候,也和游戏中的马二一样,并没有底。 所以他们写出了火焰山这样的剧本,写出了马二的死亡,但却在游戏中给天命人开了路。 很明显,游戏科学并没有觉得自己能一下子救下这火焰山。 熄灭那贪欲所点燃的大火,也没觉得自己能粉碎只顾长生不老扎取众生灵运的天庭。 但他们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六章的魏镜表达的其实都是,我自前去开路,剩下的次有后来人。 而他的这条密码自然就是报答给了那个赐予他名字,赐予他梦想的牛魔王。 但好在啊,游戏外的世界,人们并没有像黑神话里已经丧失了希望。 所以在这里还有奇迹,马哥死了,但一群不甘心的中年人却比马哥做的还要好。 虽然黑猴现在依旧在面临着各种压力,而中国游戏显然也不可能因为这一部黑神话悟空就彻底站起来。 但就像游戏里马哥把鞭子留给了我们,游戏外,我也衷心的希望作为后来人的天命人们能做的比游戏里的天命人还要好。 前些天我和未知兄弟聊天,他说让我加油,因为有了黑神话,我们这些个做独立游戏的现在是蓝海了。 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单机游戏市场一直都是蓝海,也一直都是苦海。 但黑猴成功是黑猴本身有翻天的本事,还加上了天使地理人和,才能在翻天后扛下那么多节奏。 但我们这些小作坊,现阶段还是要摸爬滚打,积累技术和经验的。 不然我也不至于因为资金紧缺,发个动态众筹吧,结果第一天就在摸点干到榜一,反而担心自己做不好游戏慌了神。 他问我,那黑猴的成功总不能一点影响都没有吧? 我说有,而且很大,特别特别特别大。 因为这么多年了,苦海里煎熬的人们总算有一个到了彼岸。 苦海之所以苦,就是因为这海上渡海的船只四周都是黑茫茫的,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 甚至不知道彼岸是否真的存在,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划。 但现在原本迷失了方向的纠缠,看见了彼岸亮起的火把,这苦海也就不那么苦了。 这,就是马尔哥和冯继的伪劲。 也是我后来拆解时,给我做游戏打了强心计的故事。 同理的还有牛马组合的豪斧力士,倒下前和我们说的不要舍本竹墨。 这句话在游戏里,我认为制止天命人能到这里本来就足够优秀。 没必要过分地执着于大圣根气,执着于复活孙悟空,因为我们本就是孙悟空。 但在游戏外,这无异于是告诉每一个天命人玩家,不要低头认命。 我们骨子里刻着和孙悟空一样的反抗精神,我们同样可以人定胜天。 而对于我这样的游戏从业者,我曾理解回,我们自家的文化本就足够优秀。 没有必要去追逐那些国外市场火热的题材,也没必要在乎老外用什么样的眼光, 什么样的冷言冷语来对待我们,因为好的就是好的。 但第五章真正剧本构架的核心却不止于此。 老鸡马儿在游戏外写下的这一章真的很决绝。 这也是我为什么先讲马儿的故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直面黑暗了。 因为真正的勇士正是那些看清了生活本质,还依旧热爱生活,勇敢面对生活的人。 不行,情绪到这里有点收不住了,给自己的游戏小小打一, 一波广告吧,磨点就算了。 贵求各位拥有steam的天命人给汉城浮草为营一个心愿单。 这对于我们这种独立游戏小作坊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火焰山这一章残酷且无解的日落红尘。 黑城话的六章故事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最惊艳的是第二章,最反省的是第三章,最不甘的是第四章,最感动共情的是第六章的真结局。 唯独这第五章,我真的完全谈不上喜欢。 不是因为那些黑子说什么老军搞代孕。 这个我之前第一章讲火照黑云的时候就说了,西游记的内核是讽刺和抗争精神。 神佛暗喻的是阶级,作为最包容的道家的修行人,我不可能连这样的讽刺社会现实的好故事都包容不了。 我之所以喜欢不起来这张,是因为这张的牛魔一家硬生生把我从游戏拉回了现实。 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的心路历程,你就会发现这一章的剧本节奏真的很折磨人。 来到火焰山和二师兄战群腰,然后拜号府立世的五行铲车,意气风发,然后无奈打死师父,深感愧疚。 好不容易打败急如火,快如风,救下了小狐狸萍萍,听着一口一个猴哥哥缓解了一点悲伤。 萍萍一句,他母亲死于二师兄之手,又带来了若有若无的悲哀。 更是在发现坏掉的五行铲车听见马哥的声音,一直到他遭遇不幸,一直到原来不止四妹, 马哥我也突然就见完了最后一面之后,心情急转之下,而之后的节奏也是如此。 云里屋和物里云刚把我们逗乐,二师兄豪耍男扮女装骗了土地让我们心情好让一丢丢。 和土地的战斗里看见马哥的残魂《我在白,他在黑》阴阳相隔的画面,就能瞬间粉碎我们的喜悦。 刚和浩福利时联手斗拜的一辆五行战车,马上就又被车轮滚滚强制体验了阳气阴高的回家路。 更是没过多久就看见了浩福利时的惨死。 一牛,一马的牛马遭遇,直接给你把情绪又拉到了低谷。 更别说,虽然无论是被绑着的小狐狸那一幕过于熟悉,二师兄用大师兄曾经的话语怼我们,还是频频拿出芭蕉扇后空有风雀的灭火让我们感觉到的不对。 但毫无疑问在他亮出红孩儿夜叉本相时,先前笑土地那个畜生被二师兄耍的时候有多欢乐此时就有多难过。 更觉得是本来因为他骗我就已经够不爽了,但红孩儿最后的自杀彻底把我们的情绪向下拧,拧到底,然后再用不由己这个动画把我们到底的情绪按在地上摩擦。 这真的远比什么虎先锋三拳干碎我的大神梦来的要痛得多。 而虽然这一张的信心故事基本没有多少分支,99%是出于赶攻的原因,但是我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说啊, 这一张的故事节奏很明显是冯继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故意为之。 不知道在座各位天命人们看没看过一人之下的漫画,里面有一位雷烟炮高宁,他的十二劳琴阵用的就是这个节奏, 即把一个人的情绪在乐和被洗和路等对立面之间来回波动,就像拧铁丝一样,反复数次按那个铁丝就软了, 然后他再直接给你拉断,让中招之人坠入情绪的深渊。 所以线性收拾的尿铐,让这一张的游戏探索乐趣大大减少, 却给了编剧更好的调动观众情绪的发挥空间,甚至结合前五张的铺垫, 他成功地让你在看见老龄虚子,看见金齿,看见黄蜂大圣, 看见赤靠马猴,看见四毒龙神,看见子猪儿和四妹, 看见牛魔王,看见红孩儿之后,已经有足够的悲伤之史, 又让情绪已经滴落到谷底的你,突然发现,哇操,原来我不是猴子, 我不是什么天命人,我就是这一路我见到的这些人。 这是我最痛的一次见天地,见自己,见众生。 好,就算你没有get到这些情绪,当你没能打出真结局, 带上紧箍时的那种明显憋屈的感觉,它也会发酵出来, 甚至让人极度不爽,但是毫无疑问, 前面四张铺垫了第五张,第五张整个故事和他的叙事节奏铺垫了第五张的结局, 而从第一张到第五张的结局,也都是为了铺垫第六张的未尽, 我可以说,冯济先生在第五张的叙事节奏,安排上是恶毒的,是险恶的,是卑劣的,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实中,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活着,我们要面对的安排, 压抑的情绪,所要面对的东西,都比他笔下的这些恶要多得更多。 所以第五张绝对算得上一个节奏妙道豪颠的乘上旗下的故事, 但我也确实对这个故事不可能存在好感,除非我对生活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 因为故事中的牛魔王也好,铁扇仙也罢,甚至是红孩儿和没有出厂的平平在内, 他们都不是猴子说的,每次都选错,因为在解构完这一家后你会发现, 老牛他们不是选错,而是没得选,不,也不对,他们和艺人之下的陈朵一样, 还有唯一一件事,有得选,那就是死亡。 但就像太阳总是沿着固定的轨迹,老牛的人生也没得选, 也许他和猴子一样,曾经以为自己可以选, 所以和不屑次第规矩的猴头一道,带领中腰立了山头, 是要掀翻那灵霄宝殿,猴子和老牛无知无畏着以为凭借这身神通能够与那高天齐平, 但金刚拙耀眼的光,刺得老牛真不开眼。 那日,黑云压尘,二郎神带了十万天兵,驾天罗帝王, 为服了花果山。 梁大圣携了中腰与其较阵,猴子凌云壮志, 要先去错了神仙头子的锐气, 于是,老牛便目睹了那道红色披风的漫天霞光, 但不久就被金光灼灼吵进了五边黑暗。 他们败了,猴子被穿了琵琶骨, 押送了展仙台, 而后肯是入了西天五行山下, 受刑五百年。 无人知晓与猴子同为头领的老牛遭遇了怎样的枯行, 但众人面见的却是老牛被天庭放归山林, 而猴子不得不受困于五行山的相左结局。 一时间,流言四起, 众要纷纷相传, 平田大神认详了, 怕了, 每每听闻这些, 老牛都不言语, 不自证, 不解释。 天庭的手段向来阴毒, 而老牛也终不思猴子那般洒脱疏狂, 不敢带着众兄弟, 以性命与天庭相搏。 这里其实是一处因果闭环, 见证了花果山的惨烈一战, 牛魔被打完了脊梁, 再也不敢放肆, 而后来西行路上, 见证了牛魔一家的惨烈, 八戒也再不敢和妻女相认, 甚至要靠金针, 短暂地给自己戴上一个 我被控制了的面具, 才能卸下真正的面具, 说出一两句真心话。 而这就是天庭想要的效果。 老牛的憋屈度日, 让中妖们对天庭有了敬畏, 也有了可以指指点点发泄的对象。 是的, 也就是指指点点了。 毕竟不愿祥的齐天大圣都被压在了五指山下, 他们这些没有大神通的普通妖族, 又怎敢再说天庭的坏话, 也就是能欺负欺负心有愧疚的牛魔。 或许真相也确实如此, 老牛确实是服了软归了巷, 才有了如今的结局。 但老牛不敢赴死的原因, 多半是他手下的那一种兄弟, 重情重义是整个火焰山牛魔势力的基调。 无论是马二还是号斧立士, 都在不要命地救其于水火。 显然这头牛身上 有着一波云天的人格魅力, 但重情重义也意味着老牛不可能过得去, 过不去猴子要受那酷刑, 而自己去全身而退的便宜结局, 也过不去那一日猴子身逼战甲飞身上前的身影, 但他也忘不了那金刚拙无上法力的金光, 这些都仿佛烙印一般, 散不去, 忘不掉, 成了他心里的结。 也许老牛想过, 如果那一日, 大头正闹上一闹的是他老牛, 他是否便可以陪兄弟同甘共苦, 不必如此苟延残喘于世。 惭愧之外, 老牛也知晓, 天廷放他自由, 看似是放过, 其实是受刑。 而这一次天廷放过的恩, 终究有一日, 还是要他去还。 坠坠不安理, 牛莫王印下了老君主导的这一场婚事。 说实话, 这里他也根本就没有不应下的选项, 但天真的老牛以为应下婚事便从此还了天公的恩, 家庭的牵绊也让他逐渐放下了任强和不敢赴死的愧疚心。 而后, 夫人铁扇又有身孕, 更是让老牛看到了心深的希望, 真的想过那安生日子。 只是, 真相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让老牛动弹不得。 知晓铁扇公主淋下子母河的水, 怀上夜叉王的后裔, 老牛才幡然醒悟, 以天廷的险恶, 恩又怎可能只还一次。 无论是铁扇仙, 还是牛魔王, 在沉下天廷恩威的同时, 便注定了此生, 偷要沦为天廷棋子的结局, 除非当初你就别他硬, 直接赴死。 于是, 铁扇仙提出分居两地, 老牛虽犹豫, 但也硬了, 因为一颗棋子尚无法护得自身周全, 又何况是再加两颗呢? 于是, 夫妻二人从此唱起了护身贤戏, 同窗异梦的大戏, 只是天廷斩了段联戏, 却斩不断夫妻之间的情谊, 那仍旧守在铁扇公主住所外的碧水晶晶兽, 以及那在师弟面前替丈夫开拓的话语, 又藏了多少夫妻间心细彼此的深厚情谊。 老牛也忌惮着下一次的偿还恩情,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的恩情, 直面的, 却是自己那多年仍旧挥之不去, 每每想要安稳, 便能反复涌上心头, 折磨他的梦魇。 兄弟成了敌人, 猴子也不疲金甲了, 退了当年一身锐气, 受了金箍, 一步, 两步, 三步, 他一身朴素的身袍, 在本已木然的他面前站定, 唯有当年那指向天宫的金箍棒, 还一如从前, 你弟我教训了, 你儿我送人了, 今日你婆娘那笔扇子, 我也要定了, 任师父修正过, 只要这条路是留给我们走的, 张兄还不明白吗? 后哥, 那老牛的小娘子也被我一趴处死了, 拨开一看, 原来是个玉面离青。 作为猴子兄弟的老牛从未料想, 自己会成为神佛九九八十一难算计中的遗难, 也从未料想猴子不仅认了命, 甚至有朝一日成为他妻离子散的仇敌, 更没想到自己跪了这么久, 满天神佛却还是不请自来, 落井下石, 因为老牛没有意识到猴子归顺后, 他就成了那个立威最大的靶子, 所以那一日, 满天神佛呛起了大闹天宫那一日的黑云压尘, 牛魔王也画了本相直面众神, 恍惚间, 他想起了那日猴子的背影, 看到了那日猴子冲在前面时看到的光景, 所以那一日, 隐忍压抑了无数年的老牛, 忽然变了性子, 拾经了浑身邪数, 被斩仙剑斩去十几次头颅, 仍旧不死不休, 直到铁扇公主交出了芭蕉扇, 才止住了这场平天的祸事, 为老牛保下一命, 或许那日后, 牛魔会时常后悔, 后悔为何, 没能死在那, 徒怀一枪孤勇的时刻, 也困扰于铁扇说过的那句, 若无那只猴子, 我们本可, 等着一切从未发生的因果相细里, 以至于如今活着, 却极力自散, 对猴子也留下了恨, 而恨和愧疚交织, 这大概就是牛魔内心更深的煎熬, 也使得我完全无法揣摩, 老牛在接到天庭讨伐花果山的命令时, 他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过这无所谓啊, 毕竟他还撑得起家, 撑得起火焰山, 所以他什么心情并不重要, 天庭也不在乎, 反正他又没得选, 大战后, 受伤的老牛拨开层层阻隔, 面见的不是昔日大闹天宫时, 那个身披红色披风, 不可一世, 猪般神通都杀不死的齐天大圣, 而是如今这个赤身裸体, 战甲俱碎, 只残存一口气的将死之人, 连同那只他曾经指添的兵器, 也再不服神用, 成了他苟延残喘, 苦苦支撑的支柱, 猴子, 那个杀不死的猴子, 如今真的倒下了, 老牛见他那双始终傲然的眼睛, 逐渐褪去生气, 听闻他弥留之际三言两语, 现实与回忆交织, 种种往事涌上心头, 老牛才幡然醒悟过来, 原来自己所谓的欺离子散之恨, 不过是一场笑话, 毕竟他的骆子从来就没得选, 有哪里来的什么, 骆子无悔, 大展后, 猴子为了保下更多妖族, 为了势道不再吃人, 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从来没有真正推下过那身战甲, 从来没有自愿皈依佛门, 也从来没有如他一般为了苟活而认详, 他们真正的仇人, 是那高高在上的宁山和天庭, 并且如今依旧只守遮天, 维护着此地的规矩, 他们乐于见证他们的欲望相争, 反目成仇, 拔剑相向, 更是让他们永世沦为棋子, 逃不脱, 争不掉, 恍若一只遮天聚首, 可是, 明白了一切又能如何呢? 曾经的他或许是不敢死, 现在却是想死也不能死, 有着妻儿家世又如何如猴子一般, 截然一身, 慷慨复死, 早已看懂了老牛的身不忧己没得选, 所以猴子说下了此生最后的托付, 照顾好妻儿, 碰不得根气, 合上了眼, 再无牵挂, 把他的意留给后来人, 只是这没得选, 终究还是成为了牛魔王过不去的坎, 即使听了猴子的话皈依佛门, 再回山头安稳于世, 老牛也仍旧不得快活, 而这种不快活, 在西天前红孩儿返家时, 更是具象化为一种等待天命的身心俱疲, 忧思伤痞, 思虑过重, 自然身心保守, 更何况, 他不吃不喝, 那些胃囊里存下根气的痛苦, 又有几分源于真实, 几分源于心结呢? 恐怕只有老牛自己才知晓了, 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把老牛的选择成为中年人的无奈, 但无奈的又何止是中年人? 同样没得选的, 又何尝不是少年星星的红孩儿? 很多人把红孩儿看作牛魔王的对立面, 但我觉得, 这其实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思维模式的体现, 牛魔王少年时未必不像红孩儿一样叛逆, 高傲, 一身反骨, 不然也不会和猴子打上凌霄, 也不会给马二豪气的齐名天霸, 也有很多小伙伴把红孩儿看作第二个猴哥, 毕竟他聪明, 有手段, 隐忍, 也敢与天真命, 但我始终认为, 红孩儿就是红孩儿, 他似牛魔王年少, 也似猴子想掀翻苍穹, 但牛魔猴子曾经都有过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刻, 可叶叉王无论从出生到被捉往灵山做了扇财, 还是到最后要争夺根气打上天空, 他的每一步人生路都是因果轮回环环相扣的算计, 更是一出生就背负了王族之恨, 所以他不似任何人, 因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便入了棋盘成了棋子, 菜也不得自由, 我同情红孩儿的命运, 震撼于他面对宿命时甘愿自枪的傲骨, 但我个人其实不认同这种做法, 并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 《武林外传》里有句台词很经典, 勇气并不是莽撞, 这里必须声明, 我并不是看不起红孩儿的自杀, 那一幕给我带来的冲击真的不亚于马哥的死, 而直面死亡的勇气显然也不能叫做莽撞, 但他的这种皮肤一怒血溅无步, 却不考虑父母在失去自己后, 人生又会有多痛苦的行为, 相较于马哥已深开路, 就显得他的死真的没有那么理智, 但我也骂不出他这是什么不负责任的懦夫之类的云云, 因为叶查王的死让我想到了陈朵, 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人生, 所以对于他们选择的死亡, 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给予尊重, 而其实如果前面我那个冯击对于马尔的观点成立, 那洪海尔未必不是在纪念那位倒在黎明前夜的勇士, 我也怎么都说不出他的去世没有意义, 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些阵龙发挥以死壮志的勇气, 无数世人才能在这样的震撼声量里, 接过象征他们精神传承的一波, 接替了他们生前的意志, 继续维系着、坚守着、前行着, 直到一天真正能够掀翻着苍穹, 但同样的, 我还是会对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 所以火焰战这张我真的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这破地方真的是, 次第之下, 铁扇仙和土地也没得选, 身为罗刹女, 她从出生起便领了侍奉西天的宿命, 而身为王女, 等同重要的, 自然还有王国兴衰的宿命, 罗刹国与叶刹国都是在佛的庇佑下发展的, 但信佛的两国换来的并不是善国, 反倒是王国的惨剧, 临山将两国灭国, 天上树立自身威严的攻击部, 而罗刹女本以为做了太上老君的入室弟子, 便是得了天庭的庇护, 却又怎知是刚出狼窝, 犹如虎口, 她一直都以为师父是偏爱自己的, 赠了她芭蕉膳, 送她下凡, 还帮她讨了个底仙的名头, 师父许的婚事是下界的大妖王, 维伦爽朗豪迈可靠, 铁山仙也硬下了, 日子一日一日的过, 夫妻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 罗刹女也不再想着王国之恨, 她只想在火焰山立下规矩, 把这片山场打造成绕开天庭斗争漩涡的避世之所, 直到那一日, 许久不见的师父携同师弟一同前来, 铁山才忽然明白, 自从她败入门下的那一刻起, 她的人生便再也不凭自己做主, 她这样的王国公主, 不过是神佛相争所牺牲的棋子, 又何来自有? 师父的步步紧逼, 巧知以情, 动吃以礼, 甚至搬出了共同的王国之仇, 叶查国再无血脉之痛, 让她不得不低头, 而这一低头便使得她与老牛两地分居, 红海尔被西天收为座下, 更为旧老牛性命交出了芭蕉山, 但总归活着不是吗? 要是学那猴子不低头, 老牛也好, 儿子也罢, 火炎山一众小妖也好, 怕是早都已化作了飞灰, 罗刹女看似一步步妥协, 但每一步都维系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最后的体面。 这里甚至可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我们经常骂的那些傻逼策划, 她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傻逼吗? 她难道真的没有玩过游戏吗? 当然可能一部分确实是这样, 但更多的, 他们也是像罗刹女一样, 不得不低头, 去一步一步维系着最后的生存。 而罗刹女的故事最精彩的, 却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在红孩儿与牛魔王因身本由反目成仇后, 她上了西天想告知佛祖天庭的计划, 以求破局之法时, 临到了头, 紧握芭蕉扇的手还是松开了, 只喊出一句, 家师让我代为问好。 更可悲的是, 老牛的豪气, 除了牛马组合的以命相救, 更多的却是袖手旁观, 不是她教的是狐朋狗友, 而是因为谁都有牵挂, 谁都有家人, 甚至说不好听一点, 如果老牛真的让天庭干死了, 怕是除了牛马二人, 也没有几个昔日旧游, 敢来帮她收敛失手。 不信你看她六丁六甲, 二十八星宿, 这世间太多人都不能像那猴子一样, 于是天上人间, 神佛扯肘, 此地之下众生皆认命。 所以这一章一直都在讲述那些身不由己的故事, 甚至抽象一点, 连碧水晶晶兽也没得选, 于是任意主从一试, 甚至被老牛误会也只能悲伤离去, 也正是因此我才说火焰山这一张, 唯有那呼出命开路的马哥, 才最像那猴子。 所以这一张玩下来, 不论懂不懂得它背后的隐喻, 我们都会难受。 我肯定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年的, 之所以能共情老牛, 共情红孩儿, 共情铁山公主, 甚至共情蜜水晶晶兽, 显然正是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经历过的某些事情, 或者说大多数人的人生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举个例子, 在面对阿B的采访时, 黄雄提到他专门用火焰山的岩浆来构图, 给这个看似破碎又互相牵绊, 藕断思念的家庭设计了多处裂痕, 来暗语他们之间的隔阂, 但出现这种裂痕的又何止是老牛一家呢? 就拿通关动画的那个有着所谓神性眼神的帅的, 批豹的哪吒来说, 他和他的父亲又何尝没有间隙, 甚至他们的间隙较之于这一家, 还要更加夸张。 不幸的话, 等DOC出了你把托塔天王的塔给他拿走, 你看看三坛海会大圣, 他会干出来什么。 而同样的, 在彻底通关复盘后, 我从一开始觉得冯基写这一张过分决绝, 决绝的情形中走出来, 回过头再看, 而又觉得他真的绝吗? 和以万物为出口的天地比起来, 我觉得马二先生还是有三分忍性的, 毕竟他好歹把雨天抗争的精神传承给了我们,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意志, 那种不认输的意志, 火焰山的人们退不出来, 地球翁奈也没有退出剑, 所以屏幕前的各位, 无论你是少年意气风发, 还是中年扛上扛下, 或者已经到了暮年开始乏力, 都请像老马一样, 面对生活这个敌人, 跟他干到死也绝不认输。 还记得最开始那句人生如日吗? 心态真的很重要, 有的人很消极, 觉得太阳从出来的那一刻就开始落下了, 有的人觉得太阳从正午过后才开始坠落, 甚至有人觉得只要太阳还没有落山, 那他就还灿烂着, 人生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山老病死看成天命消极的对待, 那我们从出生起大理每天想的都是我们离死亡又近了一天, 那这轮太阳也就从日出时便开始了日落, 但如果我们想的是不认命, 而是自我发光发热, 那么纵然日落红尘, 也会有霞光万丈。 好了, 久违的燕国地图算是铺好了, 想必经历了这一章的种种, 各位天命人早就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想要携手三大反骨仔打上凌霄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录音中间出现了变身期, 那应该就是我嗓子录到中间到极限, 然后分段录了, 还请大家多多探照, 第五章故事讲完, 黑神话的主线也即将迎来阶段性完结, 我争取这个国庆给他干出来, 毕竟中途有两天我得带着我的游戏去漫展, 然后之后就是不定时更新黑猴的各种支线和人物质了。 那么, 复生无能天尊, 遇之后事如何? 小伙伴们, 请听下回分解。 微, 请。